你這樣子這些糖夠吧 夠嗎 它就裹上去而已 它不是在吃那個 其實跟我們剛剛差不多量 它不是在吃糖葫蘆 好 你們都這樣子介紹 所以糖葫蘆的糖量要 這樣大眼就大比較像 糖葫蘆就裹這樣子 巴斯是沒有整個一定都包住 班主任 你可以不要就是 被旁邊情緒化的人影響 我有問題要問 可以離我一下嗎 可以離我一下嗎 就是如果是 你被影響了 比例的話你可以用到 譬如像100克的白砂 然後大約一大匙的麥芽糖就好 是它的四分之一喔 對…不能多 這麼少喔 可加可不加對不對 我們一比一 對啊 我們剛剛的比例 我們一比一耶 班主任 可加可不加吧麥芽糖 對 我今天就是不加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都有陷阱了 是不是 所以你存用白糖而已 存用白糖 而且你放好多喔 既然是班主任要加 就加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家裡 廚房 輕鬆取得的就是白糖 因為一般人家裡二沙 麥芽糖 好 那這個部分呢 你像這樣大概100克的白糖 可以… 好 你大約水的部分 一匙 兩匙就好 就這樣 其實比例跟我們剛剛差不多 只做糖 這兩匙的水分 是主要要讓我們的糖 你看它是不是很快就是 就融了 對 化了 就化了 有沒有 你就不會像剛剛 好像吳宇軒這邊吧 一直結殺 對 有沒有 就像這樣 可是你全部都用這個糖的話 它就沒有顏色啦 我不需要讓它有顏色 我如果有顏色的話 就是旁邊在燒的過程 會頂多多一點點顏色 而且麥芽糖就有顏色 糖不然後來都會變深色 切記不要過於去拌它 不要過於去拌它 為什麼 你過於去拌它的話 我的糖這樣往鍋邊跑 它很容易在這邊就開始焦化 你可以讓它這邊 稍微晃動一下 所以那火的程度 要大概維持在什麼樣的火 火的程度我們現在是開大火 大火 一直大火嗎 我又比以前師傅 是 它包包越大 代表溫度越高 好難喔 這麼多耶 你這樣子這些糖夠吧 夠嗎 它在裹上去而已 它不是在吃那個 很高喔 對 其實跟我們當作差不多的樣子 它不是在吃糖葫蘆 好 你們都這樣子解釋 所以糖葫蘆的糖量要 這樣大也很大 所以糖葫蘆就裹這樣子 八四是沒有整個一定都包住 班主任 你可以不要就是 被旁邊情緒化的人影響 我有問題要問 這怎麼會啊 你可以理我一下嗎 好… 就是如果是 我要問什麼 糖葫蘆 你被影響了 如果是糖葫蘆 你如果忘記了 請call in進來好不好 打電話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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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 如果是這個拔絲是100克 冰糖葫蘆是幾克 幾倍 就是看一個 你要裹的東西的多寡 譬如像我有很多 譬如有草莓啦 然後有 番茄 番茄啦 很多要裹 你的就雙倍 就加上去 那你的這個糖水更多一點 它那個是一桶 插進去 插進去 放上去 厚厚的這樣 而且是不是糖葫蘆的糖 感覺是比較厚 這個是有的時候就是一點點脆脆薄的 脆脆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它 一般我們糖葫蘆 可能就是要放到它有一點 開始要結絲的時候 裹上去它就會厚厚的一層 然後要怎麼試呢 以這個來講就 生拉 有耶 開西了 這是不是開西了 有沒有看到 好 關火 這就開西了 對 這是最剛好的時候 放進來 這個超厲害的 然後就快速 哇 對耶 它就是簡單黏一點點 啊 它只沾到一點點而已 你看這個拉絲 對耶 它的絲很小 不能等到 對 然後就往旁邊 放 一定要一個個放對不對 對 不然會黏在一起 啊 那有的會留幾塊 就是拔絲再放在上面